吴小姐 等一下就开始了 你还好吧 记住 争取同情 成败在于自己 双方律师开始沉变 原告 李肿模先生 在我方吴童小姐 怀了她的孩子吴童童之后 从出生到现在这段时间里 从来没有进过一个父亲 应该尽的责任 除了提供一个精子之外 她没有任何贡献 孩子自幼跟着母亲 与母亲之间感情很深 根本无法分离 这一点 我相信大家在邻居 朋友还有老师的口中 已经得到证实 可以说 孩子是这位母亲的一切 两人相依为命 这种情感的维系 不是仅凭一纸肃壮 就可以完全割裂的 而坐在我们眼前的 这位立仲谋先生 你凭什么让一个 仅有四岁的孩子 生生跟母亲分离 而偷向你这个 突然间冒出来的父亲 肃静 作为亲生父亲 丽先生的确有养育的责任 但是无权将孩子 从母亲这里夺走 请原告律师陈词 立仲谋先生 争取自己儿子的抚养权 正是要对这个孩子负责 四年来 立先生没有尽到 一个父亲的责任 相信跟梧桐小姐 有很大的关系 使他有意隐瞒 导致立先生和自己的 轻生骨肉分离四年 四年来 立先生都不知道 自己有个儿子 所以他现在才要弥补 由于梧桐小姐造成的 他和他儿子之间的 鸿沟和物件 我认为立先生 要求抚养自己的儿子 是天经地义的 我们已经明确知道 梧桐小姐在生产后 曾患上过抑郁症 在那段时间 她由于精神崩溃 无法照顾孩子 而是把孩子委托 给朋友照顾 而且 由于是私生子的缘故 她和自己的家人关系 也非常紧张 甚至 和父母都断绝了来往 试问 这样一位精神失常 无法和亲人 良好相处的女人 如何有益于孩子的 健康成长 苏基 当自己孩子生病的时候 梧桐小姐都不能照顾 难道将来她的精神状况 再出现类似问题的时候 我们才来后悔 没有给孩子 另一个正确的选择吗 丽先生 事业上成就非凡 不管是哪方面 都完全有足够能力 照顾好她自己的儿子 相信选择丽先生 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和未来的发展 现在休停 半小时以后再议 全体起立 回去马上斜告 绝对是头版头条 正萌 好像一张满迪 拍照 拍照 满迪笑一下 要我说啊 什么成功人士 到头来不都一样 还不都是花花公子 也是啊 因为私生子 在法院打官司 还有明星女友陪着 她也真够可以的 众萌 众萌 干吗不理我呀 你怎么会来 我知道今天对你来说 特别重要 所以我想在这样的日子 陪在你身边 你知不知道你的出现 很容易让大家误会我 就是外面传说中的 那种花花公子 你想多了吧 曼迪 知不知道你为什么 可以留在我身边 那是因为你够聪明 如果有一天 当我发现 我身边的人变笨 那这个人很快 就会从我身边消失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有没有记住我说过的话 争取同情是唯一的胜算 眼泪 是你最后的武器 关键时候想想你的儿子 只要是为了彤彤 别说是让我哭 就算是让我下油锅 我也愿意 你终于开窍了 只要你装柔弱 他们一定会同情你 肯定会加分 一会儿上庭千万要记住 你的任务 你的任务就是半柔弱 哭得越厉害越好 给他们来一个水满金山 如果你能咬定当初发生关系 主要责任在于立主谋 那么同情分会加倍 当然 说不出在你 现在这个时候要放松一下 走 李总 只要您可把证据拿出来 对吴统绝对是致命一击 省取很多麻烦 您的目的 不就是要打赢这场官司吗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哎呀 李总啊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赶紧结案以免夜长梦多 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 拖下去对咱们 一点好处也没有 法官是女的 很可能会偏向女性 不会同情您的 李总 我知道您不愿意用这个手段 但是向俊这个人 不得不妨 我刚才看到他的状态 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而且您也知道 他对您是什么态度 还有 他就没有败诉的记录 以向俊的性格 他一定会由备而来 李总 这个时候最不能有的 就是妇人之人 请李总放心 请李总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